大气板成49岁拿影帝,50岁才当上爹,如今13岁女儿算得上盛是美颜。 说到香港男明星,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刘德华、成龙、红金宝、周润发等等。 确实,在那个时代也正是香港娱乐的鼎盛时期,一个个帅哥美女,并且都还是实力派,才花横溢的一批人。 而今天要说的这个,是任达华,也是一个非常着明的男明星。 其实任达华23岁的时候,就已经出道了,只是,或许也可以用大气完成这个词来形容它。 毕竟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,直到49岁的时候,才开始拿下影帝大奖,靠着获得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子金奖获得最佳男主角奖,并且这一次还是击败刘德华拿下的影帝,这一年,任达华49岁。 在家庭方面,任达华和别的香港明星一样,对于自己的家庭没有遮遮掩掩,而是大大方方的。 42岁的时候,任达华和小12岁的模特琪琪结婚,直到在50岁的时候,老来的女。 不得不说,任达华的女儿长得很是漂亮,五官都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来尝的。 虽然50岁才当上爹,不过这一家三口看着都还是很年轻,充满活力的一家人。 而女儿13岁就已经出道了,并且还是很争气的,有父母的艺术天赋,做了一个模特了。 有网友说,任达华取了模特琪琪,做了老婆奴,有了女儿后,又是一个女儿奴,和贝克汉母有的一拼。 现在女儿还这么漂亮,并且还是原生态的美丽,长大后相信会是盛世美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